纯阳之地显示 吃掉它 断腰狂将彻底幻化成人 怎么回事 它居然修成了天地法相 不 奇怪 这天气怎么还有鬼 小橙子 纯阳之地成熟 终于可为人父 小姨来娶你了 齐叫 还敢反抗 好啊 你小橙子 居然敢打我屁股 小姨啊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从我十八岁开始 你就用尽一切手段要得到 我现在刚到了下山的年龄 你就直接抢人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哎呀 小姨这也是对你情深义重的 请让你答应小姨 紫霞 还有她 四个 就都是你的 那也不行啊 小姨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我是纯阳之体 只能和纯阴之体结合 不然活不过今年 哦 对了 师傅 已经帮我物色了 云海的苏家大小姐 嘿嘿嘿 怎么 你 哦 我的双双玉被产生感应了 我未来老的 唇阴之体也成熟了 小姨 我该下山成亲了 哈哈 你 我还要调查自己的身世 少不了动用龙门势力 进来用用啊 小姨我走了 哈哈 哎 不是我去追 不用 好 反正老头子说了 让小陈重整龙门 准备一下 我们也准备下山 是 仅仅三个小时 苏氏集团的股票 就造成了对方 三波攻击 暴跌了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 苏千雪 这事你要请从总裁的位置 你赶紧给我让去 没错 或者呢 就答应嫁给王少 说王少 王再生为云海的第一城一条 应付这种事 那肯定是手刀进来 就算你嫁入王家 这个总裁的位置 你还是得给我让出来 集团 遭遇不明事的日子 危在担心 你们还有精神在这里 争权夺势 你觉得可笑吗 哈哈哈哈 苏清雪 你还是集团的总裁 集团出了事 第一个非问责的 那也是你啊 苏总 苏总 对方新闻的公司已经来了 都是集团股票 暴跌百分之九十 如果再不想办法 就真的办法 苏总 时间可不能忍了 应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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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答应 下边 一家破事 一群大男人 逼着我老婆嫁给别的男人 吴海草呢 小子 你谁啊你 怎么见了 苏清雪老婆 你好 我是你老公叶晨 你公司的危机啊 我帮你摆病 啊 我跟你说话 你怎么见了 小子 这苏清雪老子还没睡上呢 你他妈就一口一个媳妇老婆的叫声 你他妈谁啊你 哎 皇上 你敢打我 你敢知道我是谁吗你 我管你是谁 你对我未来老婆不敬 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 对他 哎 叶先生 你真的能拯救我苏世危机吗 当然 嘿 这个话马上的主人啊 是给我办事的 你给他打电话 你就说啊 你是我 叶氏的媳妇 他马上就要帮你解决 哎不过啊 我有个条件的 我帮你解决了苏世危机 你得嫁给我 小子 我没看错的话 你拿了一张破纸 在这装神弄回呢 小子 我看你群身上像这二百块钱都拿不出来 赶紧给我跪下到这日错 然后跪出去 苏清雪 苏世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你不要在这儿再浪费时间了 要不 让位 要么 这样 皇上 去去去去 够了 我真是被骑回头了 居然相信了你这么一副 四位谋面的 灯头浪子的鬼话 给你三秒钟 你赶紧给我走 我就知道 你要干什么 你既然不相信我能帮你解决 那咱干脆就打个堵好 我如果帮你解决不了你宿舍危险 我给你科普不道歉 但是如果我帮你解决了 那 你立马和我领证 今晚渡房 入房 少了他早上做事了 你要真那么有本事 能看得上苏清雪 你真的能拯救苏世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能拯救苏世 我愿意交给你 好 宿舍 我命你三分钟之内 解决苏世集团的所有推进 你是什么人 左手悬天救双声 右手暖门 通幽 你说什么 老板 你放心 三分钟后事情一定解决 屁 你别被这小子骗了 他刚刚打电话直呼的 可是咱们云海地下皇帝 肖镇山肖野 你觉得就凭他 曾认识肖野 行啦 女婿在这抄抄 你不可以检查一下 你那两次坐子就抄抄 你怎么什么意思啊 面目浮肿啊 动不动就虚的喘气 你这是早期时代的征兆 你敢说我 而且 修镇山就是凭我办事的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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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我们苏家都没有资格 攀附肖肖野 你居然说肖野在你手下替你办事 这就是你说的 这就是你苏家的方法 你在耍我 小子 没能耐呢 别闯 赶紧 快点给王少拖头道歉 负不定了 他们留你 苏清雪 别再把他弄着 我命为你 马上去和王少霸正领了 拯救苏家 喂 苏 苏是收到了不知名的资金工作 所有的股票都在充足的回暖 苏总 现在集团的所有危机 不但全部解除 还比以往更要顶上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到底是什么呢 双生预配 来 师父小孩 二十年前 你爷爷和我师父 就已经为我们掉下了婚约 所以呢 哪怕我今天不出手 你也得嫁给我 嘿嘿 走吧 咱们现在去领证 领什么证 你怎么能证明 苏氏的累积 是你解决 我去 师父 你打死我还在反悔呢 别死 吓不乱叫 我叫保安了 走 来 给叶先生送一百万 然后 我 玉佩啊 叶先生 请吧 喂 爷爷 小雪 你应该见到爷爷 给你定下的未婚夫了吧 现在 立刻和他领证结婚 什么 夫人 少主就这么澄清了 您不阻止吗 一纸婚书而已 在我这里算不得数 此次下山 帮助小陈重整龙门才是重点 你去通知萧镇山 今晚以他的名义 在龙门云海堂口 为小陈接风洗尘 恭迎新门主问世 是 叶晨 你听好了 我只是按照爷爷的要求嫁给你 和你绝对没有任何可 我知道了媳妇 纯阴之体 只能和纯阳之体结合 你迟早是想别的 这个是爷爷让我给你的 你随便换 但是绝对不能用我们钱 去养别的女孩 来 喂 清雪龙门重出江湖的宴会邀请函 我已经拿到了 你快过来 好我现在就过去 我 哇 你真好 狗冰山 狗叶 不过这样才有挑战吧 嘿嘿嘿 刚那通电话 是你打的 刚那通电话 是你打的 没错 这句话 是从何等 龙门见 既然认识 还不跪拜 龙门云海分舵舵主 萧镇山 公寅孝主资山 这是龙门几年来 分布在全球各地所有资产 老主人九位下山 各舵分舵舵主 凶兵自主 龙门 其中以海城分舵舵主 周虎海最美成功 三年前他背叛了我 属下本想着将其倾骨 不料他竟然攀上了省城的许家 然后还投生窝 引然是无法无天 我知道了 此次老头子让我下山 便意再让我重整龙门 周虎海既然撞到刀口上 便拿他开刀 是 谢谢 这边 小语 听说 曾经全球最强的势力 龙门真的要成为江湖 何止啊 据说 今天龙门卫视新门主 校园特地在此谋好 还有那位 曾经在海外 好小尚无了解 但从未露面的女强人 也就是龙门的二毛主 也将在走 他们两位 可是世界顶级的豪门 要是今天能见到他们 那可真是太荣幸了 快看 王上来了 呦 周总 右前面 王上 听说苏家的危机 是您亲自出面解决的 你可真是我们清选的复兴啊 小语 你的意思是 我们苏氏集团上午的危机 是王上解决的 没错 云海上层都传开了 而且这场晚会得要醒寒 也是王上给的 不然就凭我们 怎么可能来这么高级的宴会 齐雪 快 敬王上一杯啊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谢过王上 哎 苏总 如果你真想感谢我的话 不如今晚等我睡一觉啊 为什么 王上 心里自作 我去有父之父了 宋秦雪 你不会真跟上我那个垃圾灵肠吧 老子这么追你你爱搭不离 转头去愿意让一个土憋睡 你真的吗 是个自表的 王上 行行行行行 快 王上 你放开我 王上 你这么多年帮了你这么多话 你先赶紧别人去 好 我今天就登场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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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婆 你没事吧啊 叶纯 你怎么来了 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你你跟着我 你还笑不够丢人呢 什么什么啊 一边还想拍人啊 是有人要请我在这吃饭啊 啊我一进门就看到你被人欺负 我特意过来救你 你就是清雪的老公 你保护不了清水就算了 你吹牛子不打草稿 今晚这里是银门宴 这银门宴和奥丹家都会来 就你这种人 在这扫地的资格都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 今天晚上在这迎接的 这不是我的 叶纯你够了 我门还是最紧急的豪门 我怎么能这样呢 又是你 上次老子得了癌 现在还该在宵夜的夜会上斗手打我 立刻跪下任风 博山 手弄死你 还有你 在老子面前装清高是吧 等老子收拾了他 我要让这里所有的男人都 他妈上你一遍 还敢捂住我老婆是吧 什么敢打我 家父皇得福 云海第一家族 家父皇得福是吧 是 还是悔改是吧 哥 别一直到我做脸了 他们 是 你怎么给我等着我爸马上就来 他们不要命的 敢在龙龙面上闹事 他们不要命的 敢在龙龙面上闹事 龙门中地 那我试着死 爸 学书 你们可算是来了 忘记这样 怎么回事 学书 这个砸碎早上在宵夜说我得了癌 现在又偷偷溜姐也会动手打我 学书 你们可一定要听我做主啊 王少 就是这土鳖把你打成这样 快哥 这狗东西力气大得很 你们待会收拾他的时候 可千万别手架留情 你放心 有我们在 一定帮你找回公道 小子 你敢动我王哥福的儿子 怎么死啊 叶辰 你别走死 他可是人家四大家族的少 王家家族 实力雄厚 心狠手辣 你可东西不弃 不厉害啊 怕了 那就跪在地上 雪狗爬三圈 从这儿滚出去 很少可以进 等会儿 他是他爹 帮他儿子讲话 我能理解 那你又是谁啊 搞东西你怎么听好了 这位可是我们省城的徐少 是我们王家的靠下 什么 省城 四大世家的徐小 清雪 是不是真正的大家族 咱们会 行不行 没错 诸位 我身边这位是我父亲 徐家家族 而我是徐家长寺 为了徐家长门人 原来你们 就是阻击我老婆集团的徐家 行 那你们父子也跪下 陪我老婆 喝同道歉 说什么 原来你就是这云海苏清雪的老婆 好 那本少就先替王少把女人废 然后再跟王少老手拾你 老婆 儿子 你疯了 你他妈给打我 天晨 你搞什么呢 他可是徐家的徐少 王少 你要死不要原来我们呀 主机苏氏 让我老婆担心肃胖 谁啊 让我老婆不言不屑 更该打你 我最后一次机会给你啊 跪下 让我老婆道歉 你让我们跪下 你还真是不知主 哎呀 走 叶晨 今天可是龙家兄姐 和龙家二当家献身的日子 你别这样啊 快点是敬禾老公 是不怕你快连累他 那家二位家伙 二位大上放不信了 管啊 敢做我徐某人的儿子 就得付出待绩 老夫在鸿门南省分做舵头 高在云海 秀莲销镇山 信我弟也信 今天 就算把你千刀万挂了 也没人敢说一句 不是 住手 看来 你没办法想过千刀万挂 那 好小子 没想过没有养子 那我 就不给你留情 谁啊 是谁说要把叶先生千刀万挂 是谁说要把叶先生千刀万挂 想跟我肖某人 背背手腕吗 我肖镇山在云海独霸二是 怎么 也要看你 小爷 今日龙盟新盟主盛宴 据说从未谋灭的阿当家 今日有情 这小子敢在这懂事 先不说好几个虚强的 就冒犯龙门这些事 让他付出点代价 不是应该的 既然知道新门主问世 二当家亲 还敢讨要代价 好 你说说你想要什么样的代价 我这叶先生给你 看来小爷是要铁地抱着下 既然小爷请不开口 我要是不照理做 那岂不是我 还是大气 好 等出了酒店里 我就找你算账 我们走 等等 得罪了叶先生 就想这么走了吗 跪下 叶先生磕头道歉 你 小先生 你我同为龙门分舵作者 竟然为了这个矛头小子 连我许假都不放在眼里 你们也陪让叶先生 你们可知道他是谁 就算他是天王老子 得罪了我许假 得罪了龙门 就应该把小命放在这里 好一个得罪龙 潘耀子 你们许假还真是执迷不误 执迷不误的是你 这话少说 直接动手 起来吧 特色 是宗师 难怪你们许假今天如此 原来是宗师小子 萧正山 没想到你在云海 当了几人的作伤 连个砸碎都不敢得罪 真是 越活越回来 今天你就好好教教你 怎么样才做龙门的剁毒 三大宗师 是 宗秦萧正山 才有这想法 追着手脚 压在一旁 以龙门罪人 对龙门不敬之名 让其跪拜 迎接龙祖家 二等家 是 哈哈哈哈 放肆 就凭你们 别敢对我龙门新门主不敬 是吧 他是龙心 新门主 徐印龙 我叶租金的人 你好大的打字 臭丫毛你他妈谁呀你 再敢对夫人无礼 立刻死 臭丫 这夫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 里面太过分了 这个男人 我把他 他在我们龙门迎接新主的宴会上闹事 有死路一条 我劝你 只向你救你可管 你打死 我劝你想清楚再说 现在 打死你了 撞枪做事 龙门男神分多多主 徐印龙 见过 嗯 啊 现在 我保不住他吗 保得住 保得住 给你三秒 给他磕头认错 这小子居然让二当家亲自抱他 难道 我真是新闻主 我新闻主 如果我再现场 我不可能有什么消息 可爱 这个妻子都认了 叶先生 是我错了 请你高抬闺手 可是他呀 刚才想对我老婆下手啊 滚下 叶先生道歉 爸 他一个臭鸭门 你怕他走 滚下 滚下 道歉 嗯 滚下 叶先生 对不起 我错了 你 嗯 二方家的 我可以走了吗 我可以走了 滚吧 我先 走 叶先生 我负责二人 今日有眼无珠 惹罪您与夫人 我 愿意散尽家财 以作赎罪 这就叶先生 你原谅我 王家 唉 好嘞 知道错就行了啊 只要你儿子 以后别像这 发了情的太迷一样 在我老婆面前骚 不然 我不介意啊 亲自 帮你绝育 叶先生说的事 的确是我管教无方 若再有下次 我必先动手 嗯 看来你王家的人 也不全是有眼无珠吗 看在你诚心认错的份上 我提醒你一句啊 你儿子得了四百 早检查 早救治 啊 你他妈才得了神 闭嘴 叶先生说你得了是得了 你去医院 我给我一批病房查 查出前口一日 多谢叶先生 改日 我一定亲自登门 了解 嗯 走 好吧 时间不早了 那咱们也走吧 原来 这个就是少人啊 来 今天的事情 多谢过了一个关键 不敢当 不敢当 只要您没事啊 那就万事大提了 那徐家 也是作悟多端 该让他们受线惩罚了 嗯 好了 走吧 小陈子 你怎么回事 看见我也不知道叫人 我 哈哈哈哈 小姨 小姨 跟小姨走 小姨有悄悄话要跟你说 那个我 小姨 小陈子 这么久没见小姨 你没有想小的 嗯 想 当然想了 嘿嘿嘿 那你是想小姨这儿 还是 嘿 不是小姨 我是想你整个人 嗯 你是用这儿想 还是 嘿嘿嘿 小姨小姨小姨 嘿嘿嘿嘿 小姨啊 你别这样好不好 我已经奉师父的命 和苏家小姐两个症 我和你之间是不可能的 那个 要是没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啊 慢着 谁叫我是你名义上的小姨呢 呀 小姨啊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最近收到消息 有不少外地的黑暗势力进行为 你们的目标 他们的目标就是你 我们的目标 就是你们的目标 啊 看来 小姑子 老婆 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我还救了你 那个有没有什么奖励 比如说晚上一起 睡觉什么的 你今天打了沈城徐少 你还想要奖励 今天要不是你小姨和萧先生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不过你小姨是外小妹 还有萧先生 为什么能说你是楼门的新盟主 我小姨她可能 她可能就是混出的名堂 至于我嘛 那我 我当然就是楼门新盟主 又不正经 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 萧先生撒谎就你一命 一定是因为不想让盛宴建许 你呀就别自己为师了 嗯 这就把自己说好了 这傻瓜老 哎 对了 你今天已经第二次说 王熙 她有孩子症 这难道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以我的医术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她有什么毛病 哎呀我知道 你肯定不相信我 那这样 咱们来打个赌 我要是赢了 你当众娶我一个 然后呢 一年之内 你给我生个孩子 怎么样 好 你不做赌 不过 你要是输了 你就跟爷爷说 两两个没婚 没问题 嗯 那 今天晚上那个 睡觉的奖励 你 我 好呀 我担心 说 此次龙门院 那位从未露面的龙门二等将 不许愿现身 而且 力抱了一个毛头小子 属下怀疑 那个小子 岂有可能就是 龙门的新门主 一个处处山门的 毛头小子 于一位门 成不了什么情 不过 据老夫所知 他作为善灵 云海龙门势力 在老夫 一个月后的社宴上 对老夫出什么 修正山 不作为局 就怕有病子出手 周远 我们该如何应对 出来吧 确实 莴国国第一杀手 遏传一浪 何众 此次业会 若他们赶来 就让他们 有来无回 我的头 已经几个门了 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居然刘国国第一杀手 遏传一浪都得提打的 外界传员 说是周远唐飞 是搭上了我们徐家 其实呀 是我们徐家 报上了周远的大团 从今往后呀 只要我们进 周远 什么狗屁龙们 都不用放在眼里了 是 爸 我知道了 老爸 那今天晚上一放睡觉的话 你底车性感顺衣 是不是 哈哈 无用这个身形 你是不是故意耍我呀 是 你怎么 爷爷 爷爷 晚辈叶晨 见过苏老 见过伯父 你就是叶晨 好 一表人才 你亲血嫁给你呀 果然没错 爷爷 他吊儿当当的 不给我惹货就不错了 你为什么让我 嫁给他吗 爷爷 是啊 咱清血 不管是实力还是样 都是一等一等 什么样的夫婿没有 您就非得把他 许配给这些 再说了 爸 您提前也跟我 这个当场商量一下 我老头的 成书做事 要给你做个交代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们哪 不懂小陈的厉害 和小陈背后 长生意味着什么 清血 请你也跟小陈 好好过日 也有 你呀 明天呢 在公司给他安排个职位 再给你小班去 什么 我给他在公司安排个职位 这怎么可能呢 而且 赌事会人的那些注重 肯定也不会同意的呀 爷爷理解你的难处 你也就是有个事情的小陈 给你解决 哈 嗯 就这么定了 今天是你新婚之夜 我老头呢 你不打扰了 爷爷 爷呀 老婆 哈哈 那老婆 那今天晚上咱们离开 你要是敢上屋 哎哎 老婆你说 你想让我干什么感慰 我让你干什么 我都愿意 那当然老不发话 我肯定停的 那你就走 保安开始做起吧 好嘞 嘿嘿 那个 保安 没错 另外 那以后叫林斯 走 祖祖 8都在一楼 说好 好 坏 哎爸 你找什么呢 找到了 这不是前段时间 苏氏递交上来的合作吗 你找他干什么 找他干什么 您不会是想跟苏氏合作吧 不行 我还得看到 递交的苏氏捅了我 你脑子能不能一天想想 真是 苏氏递是你能休想的吗 那苏家都快破产了 而且苏氏递马上就给我手拿法掐了 有什么不干 老子当年真做过没一把掐死你 你仔细想想 昨晚 宵也不须得罪沈争许甲 也要为叶先生承扬 那位神秘莫测 一巴掌把徐家吓得屁股尿流的夫人 叶先生居然叫他小姨 你觉得 这是有这么简单 哎 爸 你是不是想多了呀 这小子又删上下来的古毕业 根本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 您要跟他讲好 那不就不教我了徐家吗 徐家 徐家算个屁 你听好了 如果那小子是龙门新门主 那个神秘莫测的夫人 很可能是二当家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世间再大的势力都不够看 徐家不至于蠢道 去跟他作对 爸 你肯定是想多了 新门主 新门主 拿着 给我去当苏氏 鸡蛋 态度好点 弄我半天就要小姨 我当华的 这卫兵也太取材了吧 哎 哥们 我那么感觉好像在哪见过你 他就是前几天啊 映常赌出的那个游戏歌啊 哦 原来是你啊 哥们 你那个语情不能招呼说 挺厉害的 今天穿眼前 你能取得苏总 高然啊 还行还行 主要就是更优秀 既然啊 你来到咱们公司 咱们作为钱费 也告诉我们些公司的事 免得你啊 日后得罪人 感谢感谢啊 那你快说说 衣衫部长 没带工牌 就要点净 还有啊 最重要的 在公司里啊 那有些人啊 是活动的亲戚 惹不得 哪怕你是苏总老公 不行 哦 还有这事 咱们对着就是 李总的儿子 还有一个 他乃是大骨刀 苏总大歪的亲儿子 苏东东大少 行 我记得了 按对了 那按照咱们公司规定 就是他一山不成 没带工牌 那应该也不能提供 东东小爷 东东小爷 你慢点 他不弄当的不错呀 回头我就跟我爸说 每个人这个月 都要没几句 姐姐都说了 你好 一山不整 没带工牌 不得住那 我靠 又他妈是你 在老子公司上班啊 行啊 昨天赶快 我好吃 你给我 吃法弄死 退后 退后 你怎么敢拦我 你什么事想干啊 我不想干啊 我不管你事实 职务有多高 但是公司的规定 就是一山不整 没带工牌 不能进公司 你没理 还敢动手 哎呀 哎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 规定是规定 他是大股东 你惹了他 这苏总才都保不了你 我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外占 需要谁保 也加一一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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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正 他是新的孩子 他不认识你 他就当他 他就起来的 哎呀 你他妈做什么东西 一条开门狗 也配给别人求情 小子 你敢拦我 就算了 还他妈敢动手 打我 你死定 李华 别让他们落狗 滚出来 这是你们保安部的人吧 啊 他妈动手 打我 这人家的事 是不凭 交 你知道有什么下场 这 什么 嗯 小队 我说你要干打 我 你敢呀 还能毒吗 啊 我 我说了 按照公司规定 他就是不能进 况且是他动手在先 他挺我们队长 我们对着他 可没好果子吃 身为领导 更想应该按照公司的规定做事 他这样知作犯错 不更是在助手为虐吗 啊 小队 行 进就不吃吃吧 来呀 来来来来来 推给我打转啊 今天 你归着给东上抖气 啊 你都倒下了 还不上 咋能憋小杖吗 公司鬼 翻试在公司闹市场 一律开出 我闹市 你要不要听听在自己在说什么 我说错了 闲手无助领导 后市几夫同事 开出内部队 啊 过 对 队长 他可是苏总才的老公 你把他开除了 恐怕不好生产吧 我胡说八道神的 东西雪都没结婚 哪来老公啊 我这今天送秦克入职来 真是 吾米 你也别躲了 该出来 哎呀 不要说 你还真是梳心权 那我们可以 谁有病啊找这么个玩意儿 红尚 我一边走去滚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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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没经过骨头的头衣就敢把他给塞进去 那我去问他是什么意思 哎我刚才说过 衣衫不整不带拱牌不许借 你还往里借这听不懂人话吗 你太嚣张了 今天我必须给你点颜色 求求你啊 都叫我里面 嫩不消火了 吓死我 八蛋这个废了我的人 小子 你完了 苏清雪也完了 苏清雪 楼下这里叫叶晨那是你的人吗 厉害啊 没经过股东的统计就敢把你的狗塞进来 还在这乱友人 你就等着被股东们开除啊 嘿 小子我还真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把苏清雪从整裁的位置拉下来 哈哈哈哈 苏总好 怎么回事 问我干嘛呀 你老公不是在这 问他 叶晨 老苏总是这样 他不穿正装不带拱牌 我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放他进去 他却对我动手 那么维护公司的颜面 我出于了反击 也算是个正当防卫 事情是这样吗 既然没有否定 那我就按照叶晨说的处理 第一 叶晨他严格按照公司自己做事 他没有错 第二 叶晨虽然打了人 但他属于正当防卫 他没错 错的 反而是你们 苏清雪 你脑子有病吗 这个小白脸把我打了 你说错在我 你是不是被他睡傻了 你最好把自己给我放干净点 别以为你是总裁就可以无法无天 我告诉你 我有的是办法治 刚才我已经给我爸 还有其他股东都打了电话 他们马上就到 苏清雪 我劝你最好一直维护这个情思 这样的话 你总裁的维护 他怎么说 哈哈哈哈 我倒看看是谁敢欺负我苏一安的儿子 爸 就是他们 那不是吧 林文学 我儿子在公司门头被打了 走 怎么回事 苏清雪利用植物之变 把自己养的小白脸拉进公司 还在这闹事 连我都被他被打 胡闹 你只羞耻在外面养野男人 就算了 才把他带到公司来 这是严重的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 我现在怀疑你能不能继续担任总裁职务 大伯 不是这样的 够了 我已经招呼了所有股东开会 你好好地想一想 到时候 怎么让他们相信你能继续担任这个总裁 怎么样 苏清雪 没骗你 要不是因为这小子 我说我爸还真不知道 那我把你从总裁的位置上给你拉下 哈哈哈哈 来 等等 你要干什么 我说过 衣衫不整与不带公牌者 不得入内 衣衫不整与没带公牌者 不得入内 你 你是确定和我说话吗 不然呢 你知道我是谁 就是这句话 我说过多少遍 这是公司的规定 你穿的乱七八糟的 这才是天皇老子 我也不能让你进去 胡青雪 你听到了没有 他竟然不让我进公司 我活了五十多年了 真是天开了眼了 大伯 医生他不是这个意思 小子总算 他就是这意思 这臭小子就是要跟我们对着干 他就是不让我进公司 他就是不让我进公司 我今天说了 他不让我进 我还偏要进 我看到底是你这个总裁厉害 还是我这个董事厉害 滚开 死了 你说 你可被我爸找死 我说了 不让进 就是不让进 大伯 你没事吧 胡青雪 你现在都敢让人打我了 是想把我们都踢出去 好让你一家赌大 不不 大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误会了 我马上能给你道歉 叶辰快道歉 素素 我这是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办事 为什么让我道歉 你 还有你们 公司的规章制度 不是你们股东定的吗 怎么到你们身上 就可以不遵守了 老头 跟我一句劝 做人也别太双标了 你个看大门的 还没有资格来追问我 看大门怎么办 看大门也好 扫地也罢 规定就是规定 是个人就是遵守 朱飞 你自己承认也不是人 那不遵守 也行 那你找死 小子 和你爸一般大的年纪 你这样讲话 是不是有点太无法无天了 哼哼 怎么不战里就开始道德绑架了 可惜我这个人没道 你绑架过来 废话少说 要么回去换衣服 戴上公牌 要么承认你们自己不是人 我就让你们进 爸 大门 大门 120 爸 今天我还有什么事 你们俩都得死 哎 不用去医 他这是气急攻心 我给他点了讯位 死不了 我 你 你 你 苏清雪 你 你可马上把这个臭小子给我开除了 大伯 你跟他一直按照公司制度做事 他没有错 我怎么开除他 啊 苏清雪 你舍不得开除他 那我就开除你 我现在宣布 你不再是苏氏集团的CU了 带着这个小班了 滚烫 哎 苏总 我这是严格按照公司推章制度办法 你要是真让我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放进公司 那出了事 反而更难 叶晨已经得罪了大伯 现在就算让他进了公司 待会鼓动大会少 他依旧不会把心 干吃 一不足 大伯 叶晨说的没有错 公司的规章制度摆在这 今天就算董事长来了 别走公手 说什么 苏清雪 苏清雪 你现在吃饭硬了 我老实告诉你 就是你爸在这 要得恭恭敬敬的 把我迎进去 苏清雪 你 晚上把他给我开除 不然 你就等着所有股东批斗你吧 叶晨 你记住 不要让任何违法公司规定的人进去 做东西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好 苏清雪 你到我天上 你给我等着 爸 现在怎么了 所有股东马上就到 我故意让他们不穿正装 我到时候 要看看 这小白俩敢不敢当 对啊 他要是真敢把所有股东都拦住 那就等于间接是帮苏清雪 所有股东都得罪了一遍 到时候 咱们所有股东 严明胜诉 下台 爸 这招还是高啊 哈哈哈 当了几天总裁吗 几斤几凉 还敢跟我斗 啊 天生 这一次是真正玩的 我想 我想办法 我想办法 来吧 哈哈哈 大哥 哈哈哈 这么久没见 风采一旧 都好都好 等会儿开完股东大会 到我家 好好聚一下 好 那就别在这儿聊了 都聚着吧 是啊 我 倒是也想聚呀 苏清雪派人来呢 不让聚呀 什么 他这么大胆呢 为啥叫你们来开股东大会 说那个苏清雪太无法无天了 已经骑在我们头上啊 就算他爹在这儿也不敢拦着不让您进啊 就是啊 您不仅是他的长辈 还是这苏式的股东啊 他有什么资格不让您进呢 我倒进去亲自问问他 是谁给他这么大胆 三叔说的没错 咱们亲自问问他 他什么意思 走走走走走 爸这条真是厉害 这总裁的位置 还是要落到我们头上的 哎呀 哈哈哈哈 等会儿 诸位不会只觉得 人多 就能闯进去吧 你他妈眼瞎呀 连我也敢拦着 如果你们强行 硬闯进去 可以问问你们身后那两个 会是个什么后果 你 咱弟 他就是苏清雪养的那个小白脸 除了苏清雪 他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三叔啊 如果你要真硬闯进去的话 说不定他还弄手打人呢 狗杖人士的东西 我倒要看看 我偏偏要进 看他把我怎么着 别错 咱们人不 咱们今天就闯进去了 看他 走 我平生啊 最烦的就是听不进话的人 我再说最后一遍啊 想进去 可以 穿出了正装 可以带拱牌 不然一个都没想进 当然 你们也可以选择继续硬闯 但是 我不敢保证 会是什么结果 大哥 这样我们可怎么办啊 我们只能穿正装 带拱牌啊 啊 爸 真要听他的 那也太卧闹了吧 就是要这样 为什么 杀害你 不要被欺负够了 你的股东 才能在股东大会 及其他苏清一位小女孩 爸 还是你厉害 走吧 走走走走走 哈哈 好了 怎么了 这次怎么不来了 没理由啊 记住了 在苏氏呢 你就是一条狗 在这 是全废 你能够看看我们几个 这尊敬 那我现在 这么尊敬的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等着 哎呀兄弟 这下你可玩大发了 得罪了所有股东 这下就连苏总的位置 都保不住了 没事 哎呀我折腾一下午 还没吃饭呢 我先去迟到吃饭了啊 未聊 大哥 大哥 你们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如果你的好女儿说成一遍 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话 大哥 您这话什么意思呀 我是做错什么 因为你生了好女儿 跟着法案把我们拦在门口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苏氏 已经是你们二帮的了 你说二叔 要您把我们都开了算了 那反正我们也清楚了 笑 陈雪 来来来 你自己说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爸 先不说这 您作为董事长 董事大会是你召开了吗 我也是财神 既然 不是董事长召开的五个大会 你们这些 只是饿了点小股的股东 并不参加公司管理 我不做什么 苏氏雪 你是怎么讲话的 在座的可都是你的长辈 能你这样和长辈说话的吗 苏董 这是公司 主谈公司 找哪长辈的架子来压我 既然董事长没有召开五个大会 那各位 走回吧 嗯 咱们来 苏氏雪 我们就是不走 你们怎么办 是吗 那你们就是非法入侵了 我严重怀疑 你们对我的人生 搞出了危险 喂 叶车 立刻来一趟董事长办公室 这里有人 威胁到了我的安全 请立刻 扔我们一起出去 你马上 让他们给我请出去 不请 雪 你这是做什么 烦了吗 这是发烈 不 苏清雪 我们都是公司服务 来公司怎么了 就 况且咱们身影 怎么可能会有人 威胁到警察人 还叫我 你这是无理许闹 没有啊 这就是你生的好女儿 忍着是不把乌争了 清雪 他们可都是你的长辈 还是公司股东 赶紧给大家道歉 董事长 我做的一切 可都是按照公司主 没错 为什么要道歉 清雪 你知道我爸爸气死吗 我 救药 各位股东 少年不早 别生气 清雪她是个孩子 她不懂事 烟梁 五过滴卡 给大家配护士 发 姐妹又没做错 为什么要道歉 道歉 啥话 道歉要是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 啊 哈哈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哪听着想要我那么倒 苏总 是谁被嫌到 你们人身安全 好 好啊 苏总 连这点屁股 这哪个本事 你就当着你爹的面 把我们这么多长辈 全部赶出去 苏总 您分阻 不坏事 请这一口 让他们跟我去出去 你清雪 你个臭婊子 你还真敢让这个小白脸 往往赶出去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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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真操得猛脚 啊 哈哈 头流血 哎没事啊 流血很正常 到时候你还会头晕呢 他他他他他打我还这么小 老大你快收拾他呀 什么 你他妈你给我滚过来 这年这个事情 你要好好多一个交代 叶辰 立刻闺事 给大家道歉 苏总 咱们好丑啊 需要我一个个让他们闭嘴 没有 明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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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有了 打热把他开除了 吃一吃 叶辰 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样动手打人的员工 你现在别开除了 等等 叶辰 他是我请的保安 坚持我的私人保镖 除了我 谁也没有自个开除啊 你守得开除他 让我留起开除你 看 主位股东 今天都在 书清学 已经不配再继续担任 书记集团的CEO了 我建议 即可革命 我建议 即可革命 我同意 我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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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有事好商量 你把事情做绝了 我会跟你继续好好商量的 我会给你和东东一个交代的 咱们走吧 在会议室 股东大会上 好好聊 哼哼 清学 你看你做的事情 看我怎么收拾 啊 臭小子 这里是股东大会 你算不什么东西啊 快出去 爸 这事跟叶辰也有关系 快给留在这儿 不成 找个地方 别送 哎 好嘞 苏总 啊 不是啊 他换了什么东西 有 有什么资格参加股东大会 别吵吵了 咱们进入正题 我宣布股东大会正式开始 主要议题就是讨论 开除股东学 开除股东大会 你还有两个理由 作为总裁 滥用自己的职权 还把小白脸挖着你死 还能动手打人 什么事啊 我够你被开除个七八次的了 我现在还没被开除 你作为我的下属 应该叫我的速度 还有 叶辰他不是什么小白脸 他是我的活法照顾 我们扫后 你还敢承认 我告诉你 等王西王少知道了 十层弄死的 既然你现在承认了他是你照顾 那就更加坐实了你的循私舞弊 公司新进员工 要经过我们几个股东的同意 你问问 我们谁收到了文件 老师告诉我 叶辰是谁办的入职手续 是我给他办理的入职 作为总裁 我确实是凶事舞弊 如果你们想用这点来开除我 我真是 清雪 胡说什么 还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那还走什么 既然被开除了 赶紧带着你的男人滚呢 好 我可以走 但是 但是 那些和我一样 走后门进来的员工和领导 是不是得和我一起 对啊 苏总 这份文件是公司走后门进来人员名单 进一看 现在 我开始宣布 被开除的人员名单 叶辰 苏东东 苏义安 苏楚强 苏南 苏怀义 李华 通通开除 苏清雪 什么意思 你这是公署 你这是公署私团 我这可是严格的按照你们的要求来做事 把走后门的通通都开除 怎么事情到了你们这里就受不了了 你 你 爸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 那就这么执行吧 小诚 你带着这份名单去人事部 把上面名单里的人 对 好的 等等 各位 我觉得 清雪 为公司做了不少贡献 这次 不过是犯了个小错 不至于开除吗 大家说 是不是 是 对 大伯 您觉得呢 有意见就赶紧说 你不然走到人事部 就晚了 孩子 走 叶晨 你给我等着 还有你 苏清雪 就算你今天赢了 要能怎么样呢 王家的合同递上去快半年了吧 牵不下合同 下个月的内部 我看你这总裁之位 做不做 老婆 需不需要我出面 帮我搞定 你也搞定 你一个小白脸拿什么搞定 实话告诉你们 王家的合同 没有 这辈子你们都得想搞定 这个总裁之位 谁说 苏小姐拿不到王家的合作 谁说 苏小姐拿不到我王家的合同 王总 哎呀 王总 王少 您二位怎么突然来了 也不提前通缉一声 我好去迎接你们 谁啊 那个小总 啊 我是那个苏氏集团的销售部总监 苏东东 哎 上次王氏集团年会的时候 我跟我爸 哎 您敬过酒呢 哈哈哈哈 敬过酒的人多了去了 谈不成我都 我记得 走开 别等到 哎 我走 您今天 说是要我 我来陪同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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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谢谢 苏小姐 昨天我王家对二位独有得罪 今天我特意送来城南的项目合作 给二位赔个礼 道歉 你们俩竟然主动送合同来了 什么可能 苏小姐 合同我已经签了字 给您留了一页 来一页 您有什么想法 直接签 我王氏 绝无怨言 什么 留空没页 让苏清雪自己签 这哪有这样签合同的 啊 好走 您就不怕我们坑 我王德福百分之一万相信您 苏总 昨天 是我们 今天 这点心意 一定请你们 留下 你别闹了 赶紧接过来吧 嗯 王总 谢谢您的信任 我一定会接近全力 保持这个心 王总 你为什么要给这种垃圾造天 不是 意思是 您根本用不着给他道歉 啊 啊 什么东西 敢对业界 你再逼逼 我找人打断的腿 我 我 我上了 可不 你 清雪 还有你 你 小杀人 你就等着 回头再收拾你吧 哎 等等 你 你 苏总 各位董事 我今天为了保障公司的规章制度 不顾人身安全 甚至 在与不法分子搏斗当中 我受了工伤 那公司 是不是应该加强我 叶辰你要不要脸啊 你那应该是拿酒瓶砸我的时候 不小心滑烂的吧 你还要加强 叶辰说的对 我们公司呀 向来 降罚风铭 哎 今天呢 有代表总裁 奖业热成 这个保安队长 玩乎主守 就罢免保安队长的生存 还有 你们等人呢 就各降一职 许少年中奖 以尽孝悠 我他妈给你抖了 哎 哎 哎 好 啊 干嘛 哎 大哥 三弟 你别走啊 秦雪 你看看你 这是你们做的好事 叶先生 苏总 这没什么事 老四 看着 叶先生 还有吩咐 王总 王家有你这么实杂体制人 我也不能插事 王公子的生涯 我和亲自把他治疗 怎么怎么老是盯着这事不放 我说了我没他 嗯 学习学习 我摄癌 我摄癌行了吧 叶先生 在这我先谢过你 对了 一周之后 是必然的寿臣 邀请二位 去我那一序如何 真的 王总 那我们一定总是出席 一定 一定 叶先生 苏总 告辞 那我放给你 您客气 留步 走 自从我当人总裁以来 从来没有一天 像今天两个痛快 他们这群人 就像一群麻婆 成天趴在公司上面唏嘱 我原以为公司 早晚有一天会因为他们而来 但没想到 今宿 他们输了 那就证明 我也并不是不懂 叶成啊 请你谢谢 你说我老婆 做这些不是应该的 嗯 我说了 赛公司叫我总裁 赛公司叫我总裁 好好好 总裁 总裁 叶成啊 其实今天呢 也确实有你的一份工 但是 他们说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 拿到了王总的线 而且呢 王总还邀请我 去参加他的盛宴 他们知道 就我 才能带他们实现 接近我 嗯 你一个小否案 今天又不是我护着你 你早给他们吃盖墨镜吧 嗯 所以 请你认清 我们之间的差距 不要让电小的那些 不切实际东西 哎 苏总 王家的这个项目 好像是因为我 你才能拿到造白 你 嘿 叶成啊 这里可是高层会议室 你个小宝啊 你四个待在这里 你 该干嘛 干嘛去 哈哈哈哈 你真的是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啊 还得是你 啊行 我去继续工作了 啊 等等 哎呀 媳妇这么快就来那错了 爷爷病危快跟我回家 啊啊病危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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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运倒呢 我不知道 我也刚接到同志 宋神医 求求你救救我爷爷 苏老病发突然 就是神仙也难救啊 什么 爷爷 医术不经 没敢自比神仙 放心 爺爺死不了 叶晨 你找什么乱 老爷子的病 赵神医都难以下手 你就是我们苏家一个坠血 你凭什么质疑赵神医 不然呢 难不成你想让爷爷死吗 你 小子 爷爷在这里胡说八道 爷爷这是煞气入体 寻找爷爷收当然之不理 让他 那 不 十三针落 阎王叩首第十三针 阎晨 爷爷对你那么好 你确对他乱下针 出了事你负了十责吧 不是啊媳妇 我这是悬文十三针 很厉害的 你让我下完就对我一针 爷爷马上就好 一十三针 那是十传一九的医学神迹 你凭什么 你有刑警资格证吗 你再胡道 我那晚上把你干净净 哎呀 如果你要死活不信的话 你让我下完这最后一针 我保证还你一个收入活虎的爷爷 够了 扔起你自己的身份 别拿爷爷信别开玩笑 再买就来不及了 你 第十三针 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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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 这还真是全没十三针呢 十二针落 阎晨晨 阎晨 十三针落 亡魂再生 想不到老夫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如此神迹啊 嗯 没想到 你还挺有见识的啊 多谢赵神医救我啊 不不不 苏老 是这位小先生 把您从鬼门馆里拉出来的 好好 真不愧是长生医主的传人啊 你的医术 比你的师父 比你的师父恐怕是清除于蓝 胜于蓝呢 爷爷 您不用赞了 爷爷 我今天刚跟董事会的人 发生了争执 接着你就出事了 我再讲会不会是他们 恐怕他们没这么大这档子啊 爷爷 防人之心不可窝 哦 对 就听小诚的 嗯 哎 永儿啊 哎 你去做个准备 好好排查一下家族啊 爸 我知道了 你去给汪德佛那傻儿子 抓指示完的药 哎 这天怎么一下就黑了 我 小姨 小陈子 你怎么回事 小姨随便找两个人 就把你给绑薄了 他来工夫不到家呀 你要不来晓一下 小姨帮朋友 哈哈你别吵 看来帮我的手一点凶器都没有 而且在来的路上还对我清拿心话 我能把他们怎么样 嗯嘿嘿嘿 小姨啊 大费周章的叫我过来 所为何时 算了 这次叫你过来是想告诉我 上次验飞铁车 想对你那个便宜老婆 动手 现在已经 我手底下了 经探查 他们是周福海的 又是周福海 后来我顺着这条线 发现在周福海举办的一场开卖会上 茶头的这块路配 这是我父母遇害前的一个带 这是我父母遇害前的一个带 啊 快咋子 沈爺 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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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正兒這玉佩忠 葉家的秘密 只有葉家傳人才給他開曲 你拿好它 快走 爸我不走媽我不走 快走啊 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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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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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去弄我业家预配我业家保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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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叶家当年被害 和周虎海也有关系 小陈子 这件事我一定会再查下去的 不用 小叶 这个事 我会亲自到周虎海寿宴上 问个清楚 小陈子真是长大了呀 你冷静的样子可真帅 要不 今天晚上去小姨家住 小姨 我还有正事要拜 我先走了 小姨我还有正事要拜 我先走了 好 你好 想法按照这张药方抓一副药 呦 叶先生是您呐 叶先生 今天您在苏扎那场真法 真是出神入化 我 你亲自过来 这是有何贵干的 我有一位朋友 他家傻儿子得了 我就想着给他睡肿治好 治好癌症 口出口 癌症可是绝症 当今医院没法治愈 咱喝草药也能治好了 这有法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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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没你说话的事 赶紧照耀去 叶先生 不好意思 是我 没有管掉好手下 来来来 请坐请坐 好 请坐 董神医 董神医 怎么了这是 董神医 快进来不行 程哨 你说这水银河起飞 我也不用怕 刚才好玩了 走走走走 突然就这样了 那就 夫长就先躺下 你还没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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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回来 这可是手上第一家族 家族承积的击海 这要是治不好 让我和周神医局啊 你还没用意 你听我解释啊 要 要我 要我再试一次啊 啊 是 我父亲他死了是个屁啊 你要不然你父亲真的死 就把你给我闭上 你还没用意 你干什么 难看你走走 我 我弄死你 那些什么 这口气差点没给我憋死 哎呀 现在舒服多了 赵神医啊 是你救了我的命 我怎么报答你呢 不不不 孙先生不是我救了你 是因为夜神 你要谢 好好谢谢他了 原来是叶先生救了我的命啊 哎呀 叶先生感谢感谢啊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报答你的我 道歉就不必了 我只是不想让 有点依数天赋的小赵 受无妄之灾 要不是因为他 你也不会这 你说什么小子啊 你知道再跟你说 你信不信我把你剁死的未走 你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 听我一句劝告啊 做人可以无知 无财 无智 但是不能忘恩主义 更何况啊 还是个将死之人 你他妈说什么 给你个劝告啊 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脑子 那里面应该有个权重大小的 要干好了吗 好的意思 你他们胡罗八老卡了 严禁于此 走吧 叶先生慢走啊 嗯 要不 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什么 叶先生您来了 里面请 里面请 您请 叶先生 我还有些事要处理 我安排两位的医院 现在您是做 如何 不必 你有事先去忙 多谢叶先生 多谢 您请 您请 哈哈哈哈 叶晨 怎么哪都有你啊 什么 你是怎么溜进来的 这人是谁啊 苏晨 叶晨 那刚才叶晨 他就是苏清雪身边那个破碗 这个看家的破烂玩意儿 原来是一只狗啊 我就说嘛 怎么穿这什么破烂 脏死了 赶紧管 这场宴会因为有你这种垃圾在 搞得乌烟瘴气 拉低了我们的身份 听见了吗叶晨 这儿可没人欢迎你 赶紧滚蛋 我是被请来的 你有什么要走 多多了吧你 谁会闲得没事请一个破保安 你这个级别的也会 啊 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了 破总版 您来了 这儿有一个臭保安 没有邀请函进来蹭吃蹭喝 你赶紧找人把他一蹲出去 是吧 小子 我没见过你 拿出你的邀请函我看看吧 不是王东福亲自请来的 没有邀请函 叶晨 你不吹牛会死 王总不过就是给苏清雪递过一次合同而已 他根本就不认识你 怎么可能请你来啊 霍总管 你也听到了 他没有邀请函 赶紧派人把他蹲出去 行了 今晚王总 要恭迎大人 容不得你在这放肆 来着 把他给我丢出去 等一下 霍总管 他可是偷溜进来的 应该不能光丢出去那么简单吧 应该让他趴在地上 跟条狗一样不下出去 听见了吗 搞错吧 他应该也没有邀请函 那为什么可以继续在这儿呢 不是应该像狗一样 从这里拔出去吗 霍总管 我是苏氏集团的销售部组 苏氏又是新吃 你们苏氏不是只收到了两张邀请函 怎么来这么多人 你是不是也是偷溜进来的 哎 不是不是 我的确没有邀请函 但我是跟徐少一块儿进来的 好 待会儿我跟徐少去确认一下 回边去 哎 好嘞 看到了吧 这就是一种室内的好处啊 哈 你还在那儿干什么 是要我 要人打断你的腿 才肯爬出去吗 聂颤 当狗教育当狗的去 我要这样 我去帮你把苏千雪叫 你们两个母狗在前公狗在后 头勾着尾巴粘成一条线 爬出去 呀 再说一点事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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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把我的牙都打掉了 你就这样看着吗 好小子 当着我的面反杆伤人 来人 打到这四肢 打死不论 我来负责 打死不论 我来负责 负我四肢 打死不论是吧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是王氏集团的大总管 要是敢动我的话 那就是打王主的脸 我不打 我也给你一个劲 戴上他 从这里 像狗一样爬出去 并且一边爬 一边叫 你们是狗 你说什么 爹 你那么疯了 你敢找我 这不是你想出来的吗 啊 怎么 到了你自己身上就受不了了 你 所以你是爬 还是 不 我爬 你别怪 别怪 算 没长嘴 我是狗 你呢 我送你们一句话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灾 做人做事 可千万不要 目中无人 啊 我是狗 我是 我是 雪上 丢着仙剑的东西 他不敢去 雪上 这小子打我 这可得替我冒仇 人家怎么好意思的长狗 你呢 故意被带上去 王总 你赶紧过来一下 这小子太长狗了 等等 老子的狗位你都在中 我发现啊 你这个人还挺喜欢养狗 可惜啊 你的狗都喜欢咬人 人人得可同时 打狗也得看出人 惹不起的狗 杨人就得收拾 今天这场宴会可没有 萧正山和上回帮你那个丑呢 我和你们怎么办 你听见了吧 叶辰 赶紧跪下来 跟丝少磕头道歉 不然的话 你今天就到底死在这儿了 哦 这样 好像有人忘记了 上司是怎么给我 下跪 噩头 上去 噩头 死吧你 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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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都怒 有什么事咱好好说 王总 你总算来了 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偷溜进来的 他刚才不但打了霍总管跟我 而且还对徐少出言不去 您可得好好教训他呀 怎么又他妈是你呀 王总 虽然是我把这条臭狗从您的眼会揪出来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您不用谢我 谢 谢你 王总 他那个才滚 王总 您打我干什么 闹车子是他呀 是他 是他 你看赶紫叶先生 千叮零万嘱咐 叶先生来了 你要像天生一样的供着他 再看看你干的好事 让人对叶先生动手 还让我收拾叶先生 是不是想死 王总 这他 他就是你们说的 他穿着这个样子 我确实是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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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一眼了 叶先生 叶先生 许少 今天 是我王某的大寿 希望 你们给我搏面 可今发生什么 今天在到此为止 如何 我 你都这么说了 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不过呢 要是还有人 非要跑到我的面前来狗肺 我还是会动手搭肚子 什么谁的你 你叫许少 这都帮帮我 给我个面子算了 王总 上回文文艳上 你可要亲手宰了他 今天你也看着 是他招惹的我 你是不是让我算了 啊 知道 罢了 什么情况啊 许少 叶先生 不对付 不用在野武厅老师 想办法赶紧制造 我们这样不好交代 您是叫关系 我还制作他 我知道了 确实叫做 哈哈哈哈 许少 原来怎么也没人跟我说一声 我最近认识了这个 特别漂亮的新妹子 找的特别代谢 就在那边 走 你跟我看 等等 这小子今天还敢在我面前叫响 等我先走谁 许少 不许少 你这帮给我一个面子 咱不跟他计较啊 不是 你这帮疯子 你这帮疯子 你这帮跟你这帮疯子一样 听他说话是吧 哎呀 我不是这意思 你 许少 今天是你挖六十岁大手 你这帮跟我妈家的面子 你这帮就算了吗 许少 那根妹妹都堵疾了 好 你愿 今天算你走愿 走走走走 小子 算你这帮 许少找了你 但是你再也吓唬你就死吧 你 哎 哎 你以为我 哎 你 我给我滚 我给我滚 叶先生 今天的事 我都有得罪 我求你赔罪了 这事不怪你 多谢叶先生 我请您 入座 请 来 让我们一起进去找一杯 喂 许少 怎么样许少 这两个妹妹还满意吗 好看是好看 她是个苏青雪 还长那么一奶奶 哎呀 学生 您就奉起苏青雪了 人家毕竟已经是有孤雀了 以后呀 还是我来给您介绍一些单纯的 那才好玩 平 人气才好玩 别以为老子看不住 苏青雪就把她废了我 出这一借口 她压根就不像她是苏青雪 不是学生 那难道其实没有给你看起来那么简单 你听我继续 算了 行了 她不就很能当吗 当今这个社会能打一个屁 老子手底下一顿 想要弄她 分分钟 就是 那小子跟徐少比较 连根手指头都不如 也别跟徐少强远 行了小姐 您也甭说了 我要把苏青雪搞到 不言语女儿的几个女生 行了 收院马上开始了 咱们一起进去 走啊 好的各位 宴会即将开始 那在此呢首先感谢 为主位来宾送来的赫里阿 宴啊 感谢我们的城市集团 陈浩安先生 送来的北海叶明珠一颗 是王总呢 温如东海 日月昌明 当然接下来是我们的苏家 苏东东先生 送来的 玉麒麟一部 是王总 日月昌明 厚武江 接下来是我们的省称 徐家 许芬鹏先生 送来的是 玉如意和 鑽石舞课 鑽石舞课 祝王太太 我爱是玉如江 宋比南山 这就显得咱们送了给五胎小钱 一会轮到咱们 得多丢人 那你 接下来是我们的苏家 苏永安先生 送来的是 中药一副 北村女雕一课 是王总 无如东海 是玩手不叫 哎呀 什么大只玩意 都来拿来送 这苏氏集团 神丢人 就是 几千块钱的玩意 也拿得只手啊 太小气 恐怕是最低的 可 最后是我们的 伪卓乐叶先生 送来的是 中药一副 中文国公子 早就抗抗身体抗健 哈哈哈哈 不是 兄弟 你是在讨销 不是 兄弟 你是在讨销 哪有给人注授 送香菜 但赫里 那赫里 也不想会死 就是了 你们所有人送的赫里加在一起 都不如我那个药材珍贵 有王总知道了 他肯定高兴坏了 恐怕 他得来感谢我呢 恐怕 他得来感谢我呢 恐怕感谢你了 叶诚这臭小子 叶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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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在胡闹是什么 哎呦 你还有一些 你又要他 哎呦 他死了 他死了 主持人 叶诚他就是在胡闹 您快把中药给我 我拿去丢了 你 我拿去 还没 我拿去 我拿去 你拿去 你拿去 你赶紧滚 赶紧滚 少赞紧丢了一下 你说谁送的东西是垃圾 我说的还不够明显吧 队长 你一个保安的事 本来就不该出现在这种事 你还能拎着你那包拉纸滚出去 免得弄脏的真理 我想 我保护你付 那不是个喜 你出来了 你许少 你也知道 我向来不愿意跟一个垃圾 浪费时间 毛季 你不要 确定不要 你留着自己喝吧 你留着自己喝吧 傻屈 那到时候 你最好不要来求我 哎小子 王上怎么可能会求你 这种地方也是你来的 算什么东西 赶紧管 我闭嘴 我闭嘴 是个什么东西 应该对叶先生这样的话 现在马上 向叶先生道歉 不是王总 他就是个破保安 现在向叶先生道歉 否则 叫人把你脱下就打 打得你道歉为止 我道歉 我道歉 叶先生 对不起 我有眼不是泰山 对不起 我 叶先生 今天确实不畏我得罪 王总 这些事情你自己说得就好 对了 这是我的礼 既然你收到了 我也就不多留了 哎 谢谢 哎 别别别 叶先生 能不能走 迟早 少带不住 今天是我的寿宴 给个面子 留下来 吃口饭 王总 刚才有人说 我送的贺礼 是垃圾啊 那我在这儿 岂不是丢了女人啊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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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说叶先生 做的礼物是垃圾 在我王德乎眼里 她的礼物 真金白衣还珍贵 叶先生 谢谢 出小子 出小子 过来道歉 出小子 我道歉 叶先生 我谢谢 嗯 叶先生 谢谢你 金 如中 如中 你老是跟我说 你跟这个王德乎 都没什么回事 他怎么能够打 你想知道啊 行 我告诉你 但是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间打了一个 就别 我当然记得 不就是王熙 他如果得了癌症的话 我就 那就是什么 你要怕 直接说出来 怕什么怕 说就说 我就 我就到处亲你一口 然后再 不过 要是王熙 他没得癌 你也得按照约定 从我苏家离开 然后 没问题 只要 你还记得 你约就好 那你现在 就把你几个收拾包包 走吧 我看王熙 他 红红的 他可能是有 那个样子 那你可就在做 你看 你王熙现在 最多十分钟 你就要亲我了 把你今天晚上呢 咱们就要 弄作房吧 我们也能够弄房吧 看 许诚 你还用不用力 嗯 哎 要脸干什么 叫你就够 嗯 嗯 你也在这 打一手 放心 你 徐少 你对 苏清学有意思 怎么不早说呢 我给你签线大桥 哎呀 徐少 别生气了 放心 这些事儿 保在我身上 哈哈哈哈 苏总 您也在啊 哈哈哈哈 苏董事长 你知道 那位 是谁吗 他呀 可是省城四大家族之一的 徐家公子 徐坤 这以后 苏氏和徐家 怕生别 不了生意上 所以待会儿开启之后呢 记得过去多敬两杯酒 徐少 他真的是徐家大双 这么跟你说 能有假吗 是 徐少 酒呀 大名 哈哈 那个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一表人才 我就是苏氏集团 董事长 苏永安 苏清学就是我的女儿 来 我敬你一杯 原来你就是 苏清学的父亲 苏懂啊 我没少听 苏少老提醒 你方便的话 你也能输出什么疫情 咱们 喝两杯 喝两杯来吧 有有有 有 你有时间 教育 快来 敬许少一杯 业诚 没看见 我们要弹这种车 车 行 你们弹你们的 反正我也不想看 我先去抱着 我先去担担 叶辰 许少 如果您要谈公事的话 就是公司谈 或者直接给我卖 我之前还有事 我送你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这可是徐少啊 孩子不懂事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这我带你 我带他 敬你一杯 我 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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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是 我今天被写 闹死了你 我 啊 我被人欺负了 你赶紧等着我来 乐死他 快快快快 再怎么说也是 我八六十岁大少 您不看色面看缝面 给我个面子 其实就算 就算了 我请我警告你 这次算不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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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为了 那个废物以后 在这包一边 啊 疼 我 可 哥 去 救我 妹妹 啊 你怎么回事 那我也好痛 我现在从此才开始我的事 快救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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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这么一个儿子啊 你不能有事 你撑住 王熙真的发病了 叶晨 这到底是怎么一个事 他这是身体的癌细胞 正在扩散 痛是正常的 来 爸爸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这么多吃蛋糕 怎么没真行啊 我早就跟他说过 他不听了 叫什么 好严 劝不住 祥福 这还能治 能啊 他这是早期 只要吃了我开的药 保证 药道不服 你胡说什么呢 他这是癌症 你的是中药 能死吗 你不相信我就算了吧 快 你带过 你带过 你快看看 在前面头 突然成这样子 怎么回事 啊 别动 不好 往上的病情十分严重 需要赶紧送到医院去 往上的病情十分严重 现在需要赶紧送到医院去 爸马上送你去医院 你人院 你带过 我就立个多苗 你要救救他 救救他 王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哎呀 不就是个癌症吗 用不着去医院 吃着我扫叫就好了 这位先生 请你别胡乱说话 耽误了王上的病情 你负得其责吗 你试试 你的意思是 我儿得了肾癌 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了 毋庸置疑 王总 你别跟他胡说八道 王上前不久 刚在我们医院做了全身的指尖 如果是肾癌的话 我们都会有所发现 王上肯定吃了 什么不知名的东西 得了什么不知名的病 现在赶紧送他去医院 爸 快救救我的儿 我就这么一个 先赶紧叫王上送上车 快点 快 所以 各位来宾 小儿身体不适 我先行告知一步 准备 准备 我都说了周小子 他就是胜癌 吃了草药就能好 他就是不相信 够了一声 生死关注的大声 你别胡说 行 你不信就不信 但是 你别忘了 我们的住院 陆小姐 可以 别大声 如果您要谈公事的话 不妨去跟我苏西谈 如果不是 那我就更美 不要跟你 苏小雪 学上找你喝 那是给你面子 给苏氏集团面子 最好别给你 苏东东 你别忘了 我才是苏氏人才 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多嘴 你以为我想 要不是看你是个没什么用的破娘们 连这么好的机会都把我不做 我怎么走就把你当 我 我还敢当我 你敢当在学校里面当我 学校 他当在你的面 打我 你帮我说什么话呀 是吗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大狗要要看出 当着我的面 三番两次的大狗 我是不是给你好 是吗 那我也提醒你 看好你的狗 要是你的狗还敢在我面前乱叫 我不但会打死 我会连他的主人一块手 我不是在通知你 叶辰 你还敢说 这可是徐少 啊 徐少 你没想到 叶辰这少子跟我们书当 没有任何关系 你又想跟我逃 我 滚 你怎么敢动手打我 我刚刚才说过 只要你的狗还敢动手 就打他的主人 让我徐下死 你也要亲自 这徐家竟然无心看着徐家 那么这徐家 是不是要请你至上啊 徐家刚刚还在徐少那边 从天放地 哈 三十 小子 你马上追 开不开心 记不记得 哈哈哈哈 你我之间根本就是云 像你这种心 能打有什么 我手底下能打的 现在你等你 就在本手的心里之间 不过我倒是可以 为你 你只要跪下 像狗一样 他会靠你 这个做狗的机会 还是留给你自己 对 还是一如鸡 多少次吗 为什么 是 徐少 哎 等一下 我电话下 我接个电话啊 嗯 让他进 将死之人 快让他进去 哎 喂 谁啊 啊 我脑子里面 真的还是肿瘤 啊 我还得去外面 救的 我死吧 那天 中医馆里的年轻人 你还记不记得 他已经瘤了你 就能看出你身体内的肿瘤 那他也一定有办法救你一命 但是 八九岁 你 他一直都治我 我那天都说了你脑子有病 你非不幸 我现在可没时间救你啊 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处理的 呃 这边有一个叫 徐坤鹏的 找来一个什么窝国杀手 叫 德川次郎 说要杀我 等我有空再联系你 好好好 挂了啊 不是 叶爷长 我还没说我的叶爷长 喂 喂 爸 兄哥把这个小双爷 他竟然就要得到死了 这叶爷兄弟 爸 叶爷长死了 我就没人死了 我来跑啊 去王室宴会 把叶先生救下来 我先去去 不好意思啊 嘿嘿 我 让他跑了 没事了 收拾收拾 这会不会受 啊 嘻 嗯 嗯 再等一下 又有电话 你看 不是 你又打了怎么了 哼 接接接接接 快接 咱扶了哪来那么多电话 嗯 不好意思 二伯 你一直打电话干嘛呀 人家这边还等着杀我的 谢先生 您别过电话 你把电话给徐坤吗 我确定跟他说 他要是敢碰你一下 我把他怎么给你 我只让他学家 不如存在 哦 哦 那那那他学 行吧 他找你 接我 我接你老母 我告诉你 对面哪怕是天王老子 哦 你 哎 你听到了吧 他说要 要接你老母 他妈的 徐坤这个小子 他要犯太不丑 叶先生 你没着急 我现在就跟他老子打电话 我都要问他老子 他是不是想让咱们徐坚死 啊 行行行 你看着办吧 啊啊 啊 对了 他说要给徐应龙打电话 我没记错的话 那个人好像是你爸 我闭嘴 我爸的大名 就配你在这儿叫 听我一句劝啊 你还是先别着急动手 不然 你家可要遭老罪了 说不去 那能不能说 一个小别三年 他认识什么大人 又叫一帮子下三乱 在这儿威胁 啊 动手 怎么啥呢 动手啊 哎呀 怎么又电话 到底死不死啊你 儿子 你又去得罪了什么了不起的人了 我现在就赶过去 你不要轻易妄动 学生 此人还费吗 等一下 哎 他 他 他 你怎么告诉我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时分 他就是一个山上下来的小别三 前几天 他刚来往苏家 也不知道这苏清雪哪根筋不对 跟他结婚 就他 能否计这什么时分 难道 这都是酒 哎呀 学生 你还废不废我了 你要是不废我了 那我和我老婆回家吃饭了啊 啊 差点被你个虎处了 那吧 现在就 是 是 嗯 这怎么可能 叶先生 您没受伤吧 你希望我有事 不 叶先生 您没受伤我就发现了 小畜生 谁给你的头胆 该上个叶先生 你怎么谁呀 你不要骂我 我是畜生 你找死是吧 还敢给老子放逼 我告诉你 您应该早上个叶先生 如果听一个叶先生 受到利益上 我让 全属被葬 你是他吗 住手 住手 你给我闭嘴 承总打你 是给你的嫂子 你眼睛杀是不是 你知道你得罪了谁吗 承总 不好意思 是我教书不放 这混小子 没有做出来什么 打你不到的事 没有 承总 你这个好的儿 今天可是干了 这种大好事 你 千叮零万毒素的 不让你动手 你非要动手 你是想让我们学家 忽灭吗 爸 我插过了 他山上下了一个 枪头 帮助我的 这 好啊 名文不灵 金银龙 你们徐家就等着破产吧 不不不 承总 应该为了这事 弄这么僵吧 是啊 承总 那小子 就是一个臭谎 上不了台面 您不要为了他 跟徐家弄这么僵吗 是啊 你是谁 我是 苏氏集团销售 总监 苏东东 很高兴 认识 什么东西 竟然被当时 陈一叶先生的奖 你要是再说出一句 对叶先生的奖务的话 我不介意当场把你废掉 当事人 当事人 丁总 您是不是搞错 那小子真的是个保安 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苏董 他就是苏董那儿的上门春雪 对对对 那个苏董说的对手 我女儿马上跟他离婚了 他就是我们公司 一个小保安 你跟我们的苏董 没有办法什么关系 你看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 王上 王上 您就听我一句劝吗 你赶紧会怨 滚 别怎么拉住我 叶先生 我真没救救我 叶先生 请你一定救救我 叶先生 我不想想 叶先生 王上 王总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要给他下回 闭上你的狗嘴 你再敢多说一个字 我让人个案的舍头 叶先生 你一定救救我 我这把年纪 受不了 还白发人 送黑发人 真痛了 你说你们啊 怎么就这么不听圈呢 我前面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是吧 那就是不相信我 你看 现在发病了 才知道后悔不及 不过呢 他这个病啊 也不是很重 吃了我这药就没事了 有吗 有 有 来人 药 算一药 算一药呢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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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对不起 叶先生 你不去 你也当时不见小人 给我放过我 叶先生 我还没结婚 行行行 你别哭了呀 你看 一个大男的 别哭了啊 你这样 我再给你开一次药 啊 你们现在去抓了药 喝了就没事了 行 行行行 行行 行行 快快快快拿这笔药 快 我现在说你现在去啊 三十三两 黑椒露草一株 闭嘴 你这 林总 王少年纪轻不懂事就算了 你怎么也跟着胡闹呢 王少得的可是癌症 怎么可能一副草药 怎么治的好 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你有时间听这个傻子 在这胡言乱语 你是不是赶紧送王少 回医院救治 李大夫 谢谢你的关心 我们另有安排 就不劳您费心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这位先生 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你在这儿抗亡拐骗 你就快遭欠钱吗 卑职 那个一时前楼的串材 明明是你血液不尽 还敢在这儿怪叶先生 我真是年轻 你怎么赶紧快回去回路 重造吧 你 我居然在这儿被你们这么凶 想我离美丽 行与几十年 救过的人有几十万 将死人送到我的手上 也能让他起死回生 在这云海 我也是家喻不嫂的名誉 没想到被你们 输我 什么 一时浅了 师傅 那我在你这查了这么多遍 你怎么没查出我 说呀 我懒得与你争承 你不相信我没关系 我已经请我师傅出山了 他呢 在云海被称作再适合 他来了 一定能接触他的真面目 好啊 那我就等着他来接穿我 老婆 我们之前那个赌约你一个谁忘了 好像 到了要兑现的时候了 赌约 什么赌约呀 我怎么好像不知道 谁忘了 没关系 我再说一遍 哈哈 我们之前那个赌约啊 说 如果汪西真的得了胜材 就帮你亲我一口 晚上 他要和我斗房 啊 没有吧 我这系列 怎么好像不认了 怎么 你要给我假装失忆是不是 啊 没事 女孩子害羞 不敢亲我 没关系 哈哈 怎么可以亲你呀 这样啊 别忘了 今天晚上 咱们就在渡房 然后呢 他要给我生孩子 你无耻 你这么无耻 皇上 你的药好 皇上 不能喝啊 这个药吃不了你的癌症 您就再烧倒大哥 师父马上就来了 他一定能接穿这个行骗之人 李大夫 你可能不太了解中医 所以觉得中医救不了我儿子 可是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啊 我王德福十分相信 叶先生有能力救救我儿子 你就不要阻止了 哎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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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药真的喝不了啊 他就是一个破款 嗯 我相信他 你说你喝了这药 你万一 我不相信叶先生 现在你这个废话东西吗 我 老赵 众口唆心 这次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您一定要想听听 万一您喝了这药 出了什么事 这个绑安拿什么负责 哎 放心吧 这碗药要有任何问题 我绝对全权负责 全权负责 你个骗子 一手二把你拿什么负责 叶先生 叶先生这个用意 我把他那一本就行 要是王上喝了这碗药 暴鼻儿王 你能一命抵一命吗 他妈的 闭上你这乌鸦嘴 我说的没错 圆湖济世 因那两袖清风 平衣尽人 义者人心 老夫 绝不允许有人打着 性无伤的名义 在投财害命 师父 您可算是来了 就是这个人 他说他的草药 你自然 都不是可笑 不管我怎么说 王上和王总都不相信我 师父 我们拆穿他 你刚才说的这么狠 我还以为什么打人 赵神医 你可看清楚 我是谁 叶先生 是您呢 李大夫 你别以为自己当了体内专家 就无所不能了 我跟你说 中医历史悠久 活大精深 你觉得药材不能治癌症 那是因为你受复于整体 草药能治癌 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我刚才就是脑子进水 把你承受暂时化 我看你也是个蠢杂 你 王上王总 既然你们 你愿意相信一个骗子 也不愿意相信我 那我也懒得与你们为我 我只希望 您今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要后悔 走了 不用后悔 没召唤 作为女人 不能为老公生孩子 不愿意不愿意 你老公 应该没少因为你见到这个问题 给你吵架 况且你也担心你老公 不因为这个事儿 给你离归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起来 我就不听说你干 你吓我此话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自己知道 李大伙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些年你应该去过国外 吃了不少特效药 但是你的肚子呢 依旧跟你思绪一样 毫无反应 其实吧 你这个也不是什么大股的肺 只是需要 对症一下 李大伙 他这个病的根本在合作 他这是邪煞在体内游走 最后都堵到 你懂的 所以才导致你老公不管怎么努力 都没有用 你要是今天找我治疗呢 还有鬼神经 要是三天之后 就算是华托复活 那都没办 叶先生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你救救我吧 哎呀 李大夫 你刚刚还说我在这 什么招摇撞骗呢 怎么现在又说让我救你了呢 叶先生 求求你 答案不及小人过 说错把神保当不掉 求求你 求求我 你就答案不及小人过 你救救我 帮帮我一次 我很年轻 我不想跟我老公理我 人心人处 既然你诚心认错啊 我也不是什么小心点的人 起来吧 我帮你治疗 谢谢叶先生 叶先生 我现在感觉 你小腹折热的 这个简直 不是 这怎么可能啊 苏东东 原来这一切就是你在水族做客 我他妈今天弄死 来人 来 来玩个 把他给我玩死里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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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 别弄脏地毯 拖出去 打扮四肢 玩一下 还有 他们两个一起拖出去 臭吧 不不不不 叶先生 叶先生 叶龙子 我说是一条狗 你把我扔出去就行了 你其实无错的 我才是狗 我才是狗 是我的狗 把你的嘴巴披上 我才是狗 我才是 不是 叶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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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都儿啊 儿啊 王总 今天是你的寿宴 我也没什么送的 我就帮在座的各位 把病都给治了吧 好 好 李先生慢走 好女婿 你和秦宇坐后面 爸在前面 爸 你终于最托我这个女婿了 哎 小陈 你这说的哪里的话 爸爸可是一直都把你当我的好女婿的 爸爸之前那样做 其实 是为了考验你 哈哈哈哈 对了 你们两个领完证之后 是不是还没办婚礼 没这样 那咱就定了下周一 真是 秦宇 你是不是嫌太慢了 那咱订了这周末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赶紧上车 咱们回家聊 和老爷子商量商量 对对对 快 老婆 你等我一会 我接个电话 照着 如下萧真山 坐啊 如下一查请 当年杀在您一家的真正莫过永生 什么 我 什么 华夏天与您之前发的银头戒指 查到了那是我国银鸟会组织档间 还有 找不过妈妈的 直说 还有周虎海 与银鸟会的会长早有构解 周虎海背叛龙门的原因 就是有了银鸟会在背后支持 周虎海明日举办寿宴 银鸟会会长 俄川伊朗 也会出席 你去准备一份大事 明日所有 亲自去给他们二人 夫人 这世上想逗我男人的人还没出声音 传令下去 让兄弟们准备好 待明日祝少主一臂之一 是 小陈子 这次你可欠我一个 大人家 就这么说 感谢观看